欢迎大家在冬至晚上继续收看大明大方 今天我们想讨论两个与民生很有关的问题 一个当然就是刚刚教育局公布了一个电子书 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和政策 另外一方面就是私人骨护音问题 今天讲这两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找一个相关的嘉宾 而这个嘉宾在这两方面他都可以说是有相当的经验 以及也都做了一些研究的 我讲的就是消委会总局的事刘彦卿 首先多谢刘彦卿你今天抽时间上来跟我们做这个访问 不如我们先讲讲电子书先 刚刚教育局刚刚讲了电子书的取代或者做法 可不可以先讲一讲现在香港教育局他们讲的电子书 跟我们譬如过往所知外国的一些比如美国那些 通常代替了货本的这些做法有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那个想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传统的大家都知道印刷版本 作为一个学校教材 其实就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来的了 在现在来讲主要就是因为 为什么政府也都会推出这个电子书 第一当然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的大潮流 第二也是因为那个书价的问题 政府也都觉得书价是高据不下长久以来 所以他们都要觉得是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的 在引入竞争者的时间就考虑到 因为传统的一些印刷书本 其实你是需要很大量的资本的投资 但是如果是用电子教科书的话 有可能就是那个入门的门槛是没有那么高的 其实讲回电子书 讲了很多年了 差不多就算没有十年也有七八年了 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在香港 电子书的推广都这么困难的呢 主要电子书当然了 如果你玩是教科书 你要进到学校 进到每一个家庭那里 是需要讲一个电子的配套 比如起码学校要有足够的一些电脑 和在家里面也会有电脑和上网 才可以令到这个电子书 就是从用者的角度来看 就要有这些配套 另外一方面 当然市面上是要有这些电子书的供应才可以的 但是其实很多年以来 主要就是香港本身 就是比较多一些的印刷版本 现时来讲 香港也都没有这个竞争法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市场上面 其实出现的这些市场参与者是不多的 他们过往也都做过一些 其实到现在来讲 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是将那个教科书 和教材的成本捆绑在一起 结果就是消费者的家长 譬如我也是家长 当我去买个教科书的时候 其实我除了去给教科书的钱 我也都要一同要给这个教材 所谓的捆绑在一起 现时来讲 香港因为没有这个竞争法 所以如果譬如说 某些商会 某些联会 他们合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一起全部 我们都是捆绑 才卖的 我们没有一间 是会是分开 或者什么时候 其实你也都没有一个法例去支持 可以进行这个调查 但是对比在外国来讲 如果这些这样的行为 就有可能 如果有竞争法 那些的国家 有可能就会进行调查 就是它就会看一下 是不是有些反竞争的行为在那里呢 因为你这些所谓一致的行动呢 其实呢 令到消费者 它是没有了一个选择 譬如我想选 一个学校的教科书的出版商 它是可以将教材 和教科书 是将成本分开来计算的 那变成了 其实机会都不大了 现在就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做 其实香港的书架 就一直都好像刚才所说 居高不下 甚至有些人形容 是严重扭曲了的 那因为呢 好像你所说的 就是说那两个书 和教材分不开 之余呢 其实呢 改版的次数 和就是说 家长本身不能够选择 这些因素都存在的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电子教科书上来 真的能够解决到这些问题 当然 就电子教科书 它的发展呢 都需要一步一步去做 第一步你要吸引一些足够的竞争者入场 还有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做 能力是换言之就是 譬如你编写教材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关于那些电子配套等等 就未必可以一步到位 但是呢 我们都是期望 始终你都要踏出这一步 你就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 即是解决到这个短期的问题 那我就不做了 那你都是要开始去做 这个第一 第二呢 我们也都会觉得 如果真是 譬如说竞争法 是能够早些通过到的时候 就起码是解决了 就是这个会 对于这个是教材 和教科书 绑绑在一起去定价 这个的可能性 就是将它分拆的话 可能性就会高 其实呢 教育局和这些书商 过去两三年都频频过招了 那市民呢 一般都会觉得 就是 教育局好像没什么办法的 那甚至乎 就是有些人就形容 就是 负责这个的 今次这个计划 或者这个的 就是谈判的 陈环江副局长 近期就 没什么露面 那你作为消委会的 成员呢 你怎么看他们 今次的那个 大家的 谈判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我想大家 都要看一些客观的现实 香港来说 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 当然 香港很难说 这本英文你要买多少钱 政府去做一个指标 或者定价 那些 除非你有法例去支持 如果不是呢 其实是很难 就是教育局可以说 那些书要买多少钱 所以过往呢 很多年以来 消费者会不会 我们都在这方面 提高资料透明度 我们每一年 在7月份 都会做这些 价格的一些调查 正正就是 因为没有这个规管 其实我们只可以 道德上去勸喻 比如说 在通胀年里面 大家不要加那么多 就去看一看 书架的浮动是怎么样 给多些资料 也希望出版商 能够尽他社会责任 就是你可以做到的 其实是不多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好像我们刚才说 你很难插手 去那个行业里面去做 我相信 一个是自己去自求多福 要走出一条新的路 这个也是需要 大家要明白 教科书市场 这个真的是 好像你说的 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 就真的是 家长去扶抄 但是去选书的 就是学校和老师 这是第一 第二 教科书也是差不多 所有同学要必备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个扭曲的市场 里面 是这样去进行这些 差不多接近 没有太多竞争的情况之下 是会令到书价 是真的高居不下 另外有一个想法 就是近期开始 都有些方家讨论就是说 就算有电子教科书也好 未必一定会便宜 那这方面你怎么看 这个是有少部分人的意见 我是不是很同意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外国 有些扣书网络 我想比如说 我不说 不开名字 A字头 你都会看到 其实你买一本书 震察版 以及在一个电子版 其实电子版是会便宜一些的 这个我们不同意 还有电子版本身 如果作为一个教科书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 好像你刚才提到一个改版的问题 如果是当你改版不是太多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那里改了它 就不需要整本书 就像现在那样 改了版 哥哥就不可以给弟弟用了 还有改版的次数 你就算很频密 你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和现在 在2008年的时候 政府也建议了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看看改版这个问题 现在改版也是建议 在一个长一点的时间去改 改印刷版 但是始终还有这个改版的问题 我们相信电子教科书的好处就是 第一它在制作方面 是会比较方便很多 你不需要又说要物流 又要运输 又要住床 那些印刷 如果要改版的时候 也都不是太难 只要那个电子书 它是本身 比如说是某些程度 是可以给你可以去下载 甚至是家长 他担心子女 电子书 那我怎么去帮小朋友 其实都一样可以拿到这些 书本 就是拿到这些硬件 所以 第一方面是解决了我们 在传统 对于这个印刷版的书的需要 亦都是我们相信 长远来说 那个价格是便宜 我不是很相信 就是说 又要很多千万去开发一个 我相信在社会上 有些有心人的话 希望政府能够有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去做 譬如说 譬如我懂得写书 你是懂得做这个资讯科技 也都可以把他们做为一个 就是大家一个合作 新加坡的体制都是有些是这样做的 那变成了可以是 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时间里面 能够做到这一步 其实呢 虽然你说香港传子书 现在还未实行 但是据我所知 很多学校 它本身 都研发了很多不同的教材 放在上网的 是 那他们其实所谓的教材 都很相近于一些 所谓学习上的课本的一些知识 那看不看到就是说 其实香港这些学校本身 其实已经开始自求多福 他们就用那个书本教材 开始逐渐少了 还有在这方面来说 你作为消委会 你们看就是说 其实会不会用这种方法 开放这个所谓的知识市场呢 是比用一个 叫书商去做电子教科书 或者来得更加快的 我非常之同意的 就在这一方面 譬如说开放那个知识的市场 就令到更多的参与者 进去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令到那个 譬如说教科书 这些更多的竞争者 去入场去竞争 第二 其实你讲得也都很 指出这一点很清楚 就是很多学校本身自己 其实具备很多的条件 我们都知道有些学校 他们本身去做这个电子教科书 和在电子学习给同学 是非常之成功的经验 所以应该要提起 当然了 全部都要开放了 譬如说 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 適用的书目标 不用去審查 这个就要交由给市民大众 或者公众去讨论了 因为当然了 如果作为父母 他都会担心 这本书 究竟学了些什么呢 究竟学了些什么呢 是不是适合那个 课程的干扰等等 这个可以留给大家说 但是肯定如果有一个 开发一个新的 一个做书的方向 是正确的 好 这一节我们讨论到这里 差不多 我们广告回来再聊 再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